季老师 我想说有一点 我不知道先生你意识到没有 就是当时交给太太管钱的时候 是你是同意的对吧 对吧 所以太太理财出现了问题 这个责任 不能完全都推到她一个人的身上 是吧 你想想你有没有什么责任在这里头 当时可是你同意她管钱的 那么她管着问题来 那么只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吗 你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吗 你是不是应该跟她共同承担 这个责任 是吧 你不是去批评指责她 你应该是理解和呵护她 然后赶紧想办法 就是让损失降到最低 而不是一味的批评和指责她 她其实她的自尊心也很受伤 因为她赔了钱 她已经很伤心了 再经过你的一顿打击 她就其实就更难过 所以这个财权的问题呢 实际上我建议啊 你们两个人还是 共同来管理 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共同对投资做决策 莎娜老师 黄阿姨 您买任何一款理财产品之前 或者投资之前 有没有征求过一下先生的意见呀 针求她的话 她是一百个不会同意的 所以她为什么不同意 你有想过吗 因为她本身就是特别保守啊 像您这种性格 您就喜欢刺激 喜欢冒险 然后以少博多 而且呢 您耳根子软 受不得别人奉承您 然后受不得别人 对您 嘘寒问暖 小姑娘啊 小男孩啊 这个跟您孩子差不多岁数的 过来一阿一长阿一短的 您就觉得倍感温暖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 这些销售人员 抓住了您的心理 然后您会一次一次被骗 所以我建议您 不放财政大权没问题 但是您能做到一点吗 下次再买什么理财产品之前 要跟先生商量 要让他有知情权 因为这是对先生的尊重 也是防止再次出现 财产损失的一个手段 对先生想说的是 夫妻之间 遇事不责备 务必先安慰 每个家庭都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相信 阿姨碰到这样的事情呢 她也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要做什么 您如果换一种方式 有可能会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您不妨下次试一试 您先试着了解一下 她的心情 先询问一下 她的感受 然后再去沟通这件事 可能她更能听进去 您跟她说的一些话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包红兄 刚才大姐说 当过会计 对 你会算账 但你算得了 投资理财的风险吗 事实证明 你投资理财 投一个亏一个 理一个死一个 最后 把家里的养老钱 理没了 投没了 这些钱 是你们两个人的 共同财产 你亏的一半是他的钱 你明白吧 你自说自话的 把人家的钱全部亏没了 你的老伴对你是宽容的 因为你这样的行为 在很多家庭 肯定是三双 一双心 第二双财 第三双情 双什么情 老两口的感情 也会算没的 很多就是因为这样 到六七十岁 还闹离婚 为什么呢 你把他的养老本 全部都亏没了 而且他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说有道理吗 我们老了以后 我们渴望一点什么 有个老窝 你们有了 有个老伴 你现在也在 另外有点老本 我们养老 你再弄下去 他又有这 很好的歌喉 也有女粉丝 你懂的 你别吓唬 明大老师 刚刚阿姨说 把钱 您现在是存当银行 已经又买了一些 保本的利息的理财产品 对吗 如果咱叔叔呢 说我要理财 我要管家里的经济大权 您就把这一个 买了理财产品的 这一些凭证啊 或者是什么 给他看 不就完事了吗 因为这个钱 冻在那呢 你们俩谁都碰不着 对不对 您说 叔叔不管的那些事呢 就是财米油盐 对吗 那些钱 本身又没有多少钱 那个钱的财政大权 真谁归谁 其实没有重要性 也有银行 也有银行到期的 银行一到期 咱就去给他再存起来 他要不然管的话 就跟我说一下 你不要存任何什么 银行的理财力也不要买啊 你们俩就一起给他存定期 不就完事了吗 然后日常里头 留一点点钱在手里 留个一两千块钱 归你们俩谁管 你们俩都觉得无上大雅 也都不会赔到哪里去 您说是不是 但是现在我担心的一点是 您是不是还有那笔钱 您有没有把那些钱 其实已经也都赔了 之所以不交财权 不是因为你不交 而是因为你没有 那么多的钱去交代 你还有一些 偷偷亏掉的钱 不敢说 没了 有没有 没了 所以钱的数目 是真的是那么多 您没有在骗着咱叔叔 没有 那么从此以后 就把这一部分钱 作为一个基数 封存在银行里 不就得了吗 就不用去争 谁管钱 谁不管钱 咱俩谁都不管 只留够日常零用钱 这个可不可以做到 能做到我们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唱歌的问题 之所以唱歌 让我们阿姨烦 是因为唱歌这事 是一个人快乐 那个听的人听久了 他也不快乐 因为就那么几首歌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些什么样的娱乐 是可以拉着他一起的呢 因为唱歌是你在唱 我都要教他唱歌 他有时候也跟我学习 这也可以 一起唱唱歌 一起跳跳舞 一起上上老年大学 你们能做一点 一起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人跑出去唱歌 一个人跑出去 跟小妹妹小弟弟们 去聊天 然后去把理财乱买一通 如果多花一点时间 在一起做办这件事情上 可能你们会对彼此知道的 也就会更多一点 您说呢 行 那所以问题解决了 谢谢敏娜老师 我其实挺理解您的 我理解您唱歌 我理解您理财 我都理解 因为理财是她的爱好 唱歌是她的爱好 我们不剥夺你的爱好 我觉得回家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叫清盘 所谓的清盘是 夫妻共同把 所剩下来的资金 到底是多少盘清楚 不是她说多少是多少 是每一张单据 全部都给她盘出来 清完盘之后 再做一件事情 规划一下 80% 70% 6% 不管百分之多少 你们俩定一个原则 比如80%的盘面 是不能动的 另外的20% 就是给您玩的 您去投去吧 挣了就挣了 赔了就赔了 我的建议是这个 因为你要给她有爱好 真的得有爱好 而她的爱好 我发现就是在那儿 她总得在人生的 不同地方 找点成就感 当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 她觉得她 完全被否定 被别人否定 被自我否定的时候 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大哥 对 教练很对 是不是大姐 是的 所以你现在寻找 你的人生乐趣是歌唱 她的人生乐趣 是总想在哪儿 再站起来一次 但是又不能 那么大的风险 咱就把风险压到最低 事儿你们自己商量 我们年轻人 我们就给你提供一个建议 对吧 你们自己拿主意 一起进入真情六 我觉得 刚刚 几位老师讲的 都是在亲在理的 我呢 就等于说 回去一定就把家里面 所有的数目都给你 最起码你有知情权 把这个所有钱都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了解 我们家的情况 然后呢 我也不是要抱了钱 我要钱要什么用呢 我也是要为了家里面 对不对 我也想为家里面好 所以呢 你要想管钱 我也交给你 你看怎么样 我现在想通了 这个钱嘛 你把它吃的了 喝的了没关系 随便这么浪费 没关系 但你不能再去炒股了 不能再去买底菜了 当然了 喝面了 我也想通了 钱财都是三百之五 好 行 都明白就好 道理明白了 具体怎么操作 回家再商量吧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突破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 报名热线 小心被骗 我们不收钱 收钱就是骗 咱们最后看看 这对老年朋友 怎么再相逢吧 请开门 好 你看你身材保持得多好 来来来往前下 大姐还有钱啊 慧莫如深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幸福嘛 有请我们的小花团 有请 快来两个小宝宝 哎呀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您 一起见证这对 31年婚龄的老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